這家旅遊歎世界 很開心 我們千呼萬會此出來的 俄羅斯極光之旅終於現世 沒錯 大家知不知道為何有這一團出現 其實我們一向都在計劃 但因為太多行程做了 算是慢了一點 但前一陣子我看到屈穎妍小姐的一段影片 因為她自己剛去完俄羅斯 又看完極光章我馬上覺得 Jacky不行了我們要加快腳步 對 說在看極光的季節之內 就要出這一團 沒錯 因為看博姐這段影片 大家真的要看 除了俄羅斯看極光漂亮之外 原來俄羅斯是很漂亮 再加上俄羅斯是我們的友好國家 所以就像屈穎妍所說 我們一定要用行動去支持她 性價比也高 對 先說一下性價比 很多人都問我 Annie 為何你不做最出名的芬蘭 在極光要去俄羅斯 其實我想朋友們 你們說到極光 當然是芬蘭 或者黃都鎮 黃都鎮在加拿大那邊 為何不去那裡看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北極光 要看到北極光是在北極圈範圍內 其實剛才所說的芬蘭和黃都鎮 在極光的地方都是在北極圈範圍內 等同我們現在去俄羅斯去看極光的地方 都是北極圈範圍內 所以都是那個地區來的 而且再加上 如果你說我們這次的行程 去俄羅斯的摩曼斯克 摩曼斯克 俄羅斯的國界的側邊 左邊 看著地圖的左邊 就已經是芬蘭 已經是芬蘭 其實你去芬蘭看極光 就是都是那個位置 旁邊的 即是怎樣 好像我們看煙花 煙花 尖沙咀和中環 或者灣仔 是的 這樣就分別了 其實都可能大家看到那壇東西 但問題是你用多少錢去看那壇東西 是的 如果去芬蘭的話 北歐地區嘛 如果對地方有認識多一點的朋友 就知道北歐的地方 在芬蘭的價錢是很貴的 因為他們的生活史度高 那些人又不休做 酒店又貴 吃又貴 甚麼都貴 如果相對地同一個 這樣10天的行程 是 我們這10天 如果去北歐的話 起碼5至6萬 走不掉 走不掉 最少 我聽過好像有10萬 有 當然看你周邊 還有甚麼配套放進去 5至6萬走不掉 我們賣個關子 OK 可以的 至於性價比高 一句說 是的 我們首先說說時間 因為剛才剛開完櫻花茶會 很多朋友都問 甚麼時候 其實如果是VIP的你 便會收到我們的行程 已經收到了 對 看影片的話 一看到就很快播放 因為已經有很多VIP 報名了 沒錯 我們首團出發去 俄羅斯體極光 Annie也會去 就是4月2日 2024年4月2日 4月2日 只剩一團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因為過完這個時間 可能是水尾 為甚麼呢 因為體極光是有時間限制的 好像體型化一樣 是的 剛才我不是說過 體極光是在北極圈的範圍 北極圈範圍 因為冬天時間 北邊的地方 冬天時間 日、短夜、長 所以他們的時間 夜晚的時間 是接近去到22個小時 是夜晚 然後只有1、2個小時 是日頭 日頭其實都不會很光 這是跟天文學有關的事 我不太多說 所以如果冬天時間 去到北邊的地方 是長時間都夜晚 反過來 夏天呢 夏天是22、23個小時 是日頭 即是我們夜晚睡覺時間 12點 它用光彈彈 太陽在頭頂 我知道了 我們就要趁它 這個夜晚 夜長的時候 就不要夢多了 快點去看這個景色 是因為日照時間 所以是冬天時間的季節 即是慢慢地 在日照短的時候 即是看到極光的機會 日照多的時候 就看不到 即是看到機會會少一點 但看不到 因為日光日白 你怎能看極光 所以趁日照短 即是夜間長的時間 就快點去看 是的 因為接下來 譬如俄羅斯的季節 去到5月1日開始 就叫進入夏天 OK 所以4月 我們把握叫最後的機會 要不然就要等到年尾 年尾 對 到年尾 而我非常開心 昨天成功邀請到 惟名言小姐 屈姐 下星期就上來我們的辦公室 這裡拍一段影片 分享一下她自己親身去 俄羅斯的經歷 大家都是偶像 小妹非常開心 看完我們這段影片 就期待屈姐的影片 首先說說我們的行程 行程特點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長線行程當中 今次Anne是第一次說會跟隨 當然要去 我身為中國人 我們的友好告解 一定要支持 另外我們這次選用了 亚聯酋航公司 都是友好拍檔 為何會選亚聯酋 都是原理 很矜貴 舒服 豪華 沒錯 有人說 為何你不用俄羅斯航空 俄羅斯航空 很明顯是一說出來 大家對它的形象 印象 都已經差了一節 基本上 等級 航班的內籠 或服務方面 都是差很遠的 另一方面 其實它都是要 莫斯科來回的 所以如果以我們行程的話 其實都未必是完全直航的 回程走的時候 尾站都要再經莫斯科 再轉機 其實相對於我們用亚聯酋 可能更好 因為我不用一次過飛十多個小時 我中度還可以停一停休息一下 還有可以玩這個導賣機場 沒錯 也是有 所以我們行程十天極光之旅 我們會採用 亞聯酋航空 首先 另外我們會是五星酒店 是 我們去三個地方 是 莫斯科 和聖比德寶 中間 我們看極光的地方 是 比較 真的會是偏遠的地方 在發脾圈裡面 沒錯 所以那裡是沒有五星酒店 是 那些小鎮 但是我們用到最高級的 很特別的 小木屋 小木屋 我們會住在那裡 希望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機會 再說多一點 因為極光是一個自然現象 所以我們是 真的不能夠擔心 等於下完雨之後 大家都知道會有彩虹 但是是否一定看到彩虹 是不一定的 又或者政府說 今晚有流星雨 我也試過去追流星雨 整晚坐在西貢看著那些 一顆都沒有 沒錯 所以我們會安排 有兩晚住在那些 特色的小木屋 等大家多一點機會 沒錯 容易一點 即是機會大一點 還有有一晚 會住出市區的話 會住四星 在摩曼斯克那裡 還有我聽說 有車可以追 是的 因為很老實 坊間很多行程 就算是同一個行程 去俄羅斯看極光也好 他們都安排住在一些 比較偏遠的 就是容易看極光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坐在那裡看 未必極光在你頭頂出現 都是那個道理 下完雨之後坐在你頭頂上 現在就不明白了 不一定在你頭頂上 可能我們現在在沙田 但原來它可能在沙基灣出現 那我就要駕車過去看 即是可能他們會問 不可以像的士一樣 你那邊行不行車 你那邊有嗎 有啊 過來一個 因為很有趣的 他們這些北極圈的地方 看極光的地方 他們是有一些探測器的 是的 他們的探測器和儀器 是探測到極光的出現的位置 大概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極光的現象 是屬於太陽的暖風粒子 跟空氣大氣層撞到後 行了 我們不是想說 我只是想知道 有沒有看 所以就告訴你 因為需要不是固定地方 別人的行程 就是需要額外指揮 讓這個指揮項目 就是坐車出去追極光 那我們就包了 很貼心的 放心 務求大家盡可能都會看到的位置 由於因為通常晚上出去 那個天氣洞 所以要包了車 給你追極光節 我們包了一些飲品 亂身等你 OK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特色 所以酒店大城市的莫斯科 聖比德堡 我們用五星酒店 去到摩曼斯克 在市區住一晚的四星 另外有兩晚安排在這個住市木屋 OK 這些木屋都是獨立保持一個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很可愛的 在一個木屋那裡 去到你便知道了 好 剛才提到自肺項目 我們會包車追極光 其實整個行程是包了五個自肺項目的 一貫的風格 沒錯 沒有自肺沒有加油 放心 船包也 餐都包了 所以我們首先 第一個自肺項目 我會包的就是 在莫斯科河 我們會坐船去莫斯科河 遊覽兼吃晚飯 哇 你可以不用浪費時間 看完又要下船吃飯 不用了 在船吃晚飯 一邊吃著這個浪漫的晚餐 一邊欣賞 其實OK 因為現在是冬天 所以莫斯科河 你看到兩邊是夜景 如果夏天就沒有夜景看了 OK 另一個就是地下公殿 你曾經跟我說 喂 Jacky 去不去地鐵站 好像很漂亮 我看到那條片 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鐵站 是的 很漂亮 原來我們也可以去 有 因為這個在莫斯科 是一個頗重點的觀光點 因為莫斯科的地鐵 其實在世界都算歷史悠久 數一數二 但是莫斯科地鐵站 也裝修得非常漂亮 是好像皇宮那樣 甚至不會 有故事的 如果大家喜歡聽這個故事 要麼看這條片 要麼就跟我的團 我代屈姐說給大家聽 屈姐當然說不了很多事 而且最重要 它不是說是劃一 它是每個站都有不同的裝飾 是的 我們行程就包了這個項目 不是只帶你走下去 看完就走上去 我們包了車票 和你一起坐地鐵 我們應該有三個站 就是最特色最漂亮的三個站 另外第三個項目 我包了一個叫金環古城 叫做沙哥司機古城 這個也是外面全部 基本上我估計90% 都一定是自費的 這個不是很遠的 其實距離莫斯科 大約一個多小時車程 來回有三個小時車程 即是說你起碼要包一個車 是吧 要包一個導遊和你去 而古城那裏要有門票 所以我們全部包了 當然了 古城裏有一些叫做行工 或者是教堂 另外要再進去的話 可能到時要再買門票 因為這個我們都保證不到 他們有時是不開的 所以我們保證不到 我們起碼包了帶他們進去 at least在外面 都看到那些建築物 有講解給你 如果到時大家再有興趣進去 去過別的就再去 好 第四個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最極光 同理 第五個行程自貿項目 就是一個叫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 最出面一個就是巴黎的羅浮宮 巴黎羅浮宮就是以前法國皇帝 奴役皇帝他們住在那裏的地方 而一個都做博物館 這個我們也是 我們這個以前叫東宮 就是沙皇住的皇宮 東宮 現在就叫做隱士奴博物館 三大博物館之一 我們都包了進去 所以裏面這些收藏的真品 都是非常之價值練成的 這個就是我們會包五個自貿項目 好 另外我們餐全包了 是 還有很特別 也有我最喜歡吃的 海鮮 當然了 這個真是帝王蟹 我們已經解決了 帝王蟹不是皇帝蟹 大家知不知的分別 說完一輪 總之有得吃就可以了 對 總之有得吃就可以了 帝王蟹其實大家可能 長腳蟹 好像在我們的行程裏 也有看了一幅照片 就是長腳蟹 也是說一句 我們所有的食物 還有所有的行程 全部的細節 都在這個詳細的行程裏 如果大家上樓來看的話 帶點WhatsApp這個電話 叫同事傳給你看 沒錯 除了帝王蟹之外 我們也有俄羅斯大餐 俄羅斯大餐是吃甚麼的 俄羅斯大餐 其實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最重點是俄羅斯的羅宋湯 是呀 我相信俄羅斯的羅宋湯有甚麼出名 俄羅斯大餐 俄羅斯大餐也有俄羅斯大餐 對 我們有一個俄羅斯大餐 俄羅斯大餐 另外有一個俄羅斯大餐 是俄羅斯大餐 是 當然俄羅斯大餐 俄羅斯大餐其實有很多種級別 是 沒錯 有便宜有貴 可以貴得很厲害 俄羅斯最出名最高級的一種 是沉魚魚子大餐 那些是黑色的 當然我們食餐方面 其實餐廳安排哪一種等級 我們就控制不了 有些是橙色的魚子醬 亦有的 周圈都看到魚子醬 到時買回來做手信 是 一定要買的 特色 另外我看到有一種很震撼 鹿肉 鹿肉是 鹿肉就是北極圈 真的未吃過 北極圈裏 其實都很常有這隻鹿的 那些純鹿 即是聖誕老人拉車那些 那種是純鹿 那種品種叫純鹿 鹿鹿 那些鹿肉 因為那地方亦有很多純鹿 很補 補不補就不知道 剛才我再說多一點 因為我們看極光的地方 是屬於北極圈的 剛才說過隔壁是芬蘭的 其實如果你們去北歐行程 去芬蘭去北極圈 或羅凡尼米那些 聖誕老人珠 因為就是劇情在旁邊 所以你看到行程中 都會有純鹿和雪梟狗 Husky 拉雪梟車那些 都會讓大家坐在一起 感受一下 對 我看到有一個行程 是坐在Husky雪梟 哎呀 很喜歡 有雪地的電單車 不是用鹿那些 用雪梟那些 我們都會讓大家去感受體驗 感受一下 喜歡玩的就玩 沒錯 說回吃了 是是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高加索餐 是甚麼來的 高加索餐 這個都是屬於 因為他們以俄羅斯 哈薩斯坦那些 即是中亞、世亞地區 那一堆都叫高加索地區 那一堆國家都叫高加索地區 其實可能聽過高加索犬 就是這個地區 那些是牧羊犬 或者是雪地的狗 工作狗 都挺打得的 而且很聰明 是的 這個地區的人 他們都是喜歡 因為天氣冷的地方多 所以他們都是吃燒烤的東西多 嗯 有高加索餐 但我們亦都很細心地 怕大家思香 所以中途我們都有一頓 中式盲餐 讓大家解釋你的思香壽 是的 那也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詳細的酒店 食和行程 就快點WhatsApp同事 我想再補充多一點 我們的行程 還會包含莫斯科馬戲團 是一定的 因為莫斯科馬戲團 都是在莫斯科或俄羅斯行程 俄羅斯最出名的一個很特別的行程 簡直是 就像我們辯念經劇那樣 所以我們就回到這個行程 還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特別是真的很多 最特別是你一定要來參加 你就會感受到它的特別 那價錢呢 好了 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價錢性價比是非常高的 如果和你去北歐那邊看極光 我們的價錢性價真的非常一位 33888 哇33888 那有甚麼同行優位 當然有同行優位 一如以往 2人同行 我們今次是每人減300 4人同行每人減400 6人以上的每人減500 好了 還有一個 我向你申請了的 就是一個特別 早報名優位 是 見到 頭腦威 已經有人享受了 頭腦威嗎 是 你不知道 我昨天不是跟你說 有個頭號粉絲 鄧篩 已經跟我說 我报了 首先是问我去不去 我一定会去 我自己从小到大都很想去的地方 你去的话 这个团我们今次要多拿点位才行 刚刚开完团 开完茶会有个粉丝说 你不说你15号去 你的映画团我报了20号 你以后你要说 好 以后记住 不如以后每一团都去就行 其实这样也不行 大哥不用钱 但是因为我真的对每一团的要求都很高 我要亲自去看看究竟是否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看看还有什么可以优化 以后的团就可以很安心地出现 还有亦给我一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去玩 这才是重要的 最重要 所以头下位每位会再减一千 减一千 就是说如果最高你是头六位 接着你又六个人一起报 每人减一千 每人减一千 如果减一千五个团分 就是三二三百八 对了 三万二千多 比起你去芬兰那里看 已经便宜了一半 而且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支持我们的好友国家 大家真的不妨去找乌姐那条片 去看看为何我们去完俄罗斯这么感动 好吗 那我先去看看 真的要看看 真为中国人一定要看看 好吗 那不说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想拿这个详细行程去看看 最重要的就是WhatsApp 下来这个电话 和同事拿回电话 再说一次 出发日期是4月2日 这一个时间只此一团 过了我们就不再办 要等到年尾了 因为要等它冬天 夏天就办不到这一团 所以今次期间限定 只办一团 对了 今季只办一团 对了 就是不要问我5月 有没有6月 有没有夏天就没有了 5月一定没有的 5月肯定没有 5月打楼肯定没有 所以不用想 大家不要想 5月才来 对着一定没有的 对了 所以快点报了 好吗 喜欢这条片 就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 约上它一起去 好吗 还有like它 没错了 好了 到时见 拜拜